6月19日 华盛顿与北京先后宣布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确认将于6月28日至29日的 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 几个小时后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 用流氓超级大国来形容美国 有分析指 这背后显示中南海斗争在持续加剧 川普当地时间6月18日在推特发文说 与中国的习主席在电话中进行了很好的交谈 我们将在下周日本J20峰会上举行加持会议 双方团队将在我们会晤前开始谈判 随即 白宫与中共官媒新华社等先后发表声明 确认了两人将在大阪举行会谈的消息 这被认为是中美关系有望缓和的一个契机 此前 华盛顿方面做出强硬威胁称 如果习近平拒绝在大阪与川普谈判 美国将升级关税战对所有中国产品征税 与此同时 美国自6月17日 启动了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公众听证会 该听证会将于6月25日结束 之后再有7天的申诉期 算起来刚好在7月2日 也就是大阪峰会结束后 美国将决定是否启动新一轮关税战 另外 美国政府方面也放出风声指 川普可能将香港问题与贸易问题放在一起通盘考量 早前有观察人士说 大批中共高官通过香港转移财富 一旦美国针对香港出手制裁 将对中共形成致命一击 综合来看 美国方面层层铺叠 在这团替风会前将北京冰上绝路 在这种情况下 突然传出习近平与川普通话 并敲定大阪会谈的消息 自然被视为北京方面的无奈妥协 但诡异的是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今天突然发表署名评论文章 在题目中直接就谩骂称 美国已沦为肆意妄为的流氓超级大国 国内的中共官媒并未予以转载 但新浪网将它放在了财经栏目下 有观察人士认为 官媒这种暗戳戳的手法似乎显示 这篇文章并不符合习近平当局的意愿 它的出版另有目的 较可能是有意在习近平妥协的关头搅浑水 时评人士江森哲在自媒体节目中评论说 这篇文章完全没有称赞习近平与川普的通话 缓和了两国的紧张关系 反而给美国扣了个流氓的帽子 这只会令双方关系进一步紧张 他说文章还引用了习近平的话说 双方应按照我们达成的共识相互尊重 但这种引用其实与题目相反 题目批评美国是流氓大国 那你怎么能和一个流氓相互尊重呢 显然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转了一个弯 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 来批习近平对美国妥协让步 其实这几天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中共官媒 已经发表多篇批评美国的文章 当中用词相当凶狠 江森哲说 包括让投降论成为过街老鼠等中共官媒的言论 其实都是针对习近平说的 因为只有习近平才有资格签署与美国的各种协议 中共官媒正在通过对美国海啸式的批评 试图阻止习近平对美国妥协让步 不过从习近平与川普的通话来看 这场舆论战暂时并未奏效 未来如何 还需要等到G20峰会才能见真章 以上新闻 由欧洲希望直升记者郑平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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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月场人